这样里头呢 我们不要忽略他们英国人或美国人 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支撑他的这个家庭传统 就是宗教 你比如说你礼拜天都要上教堂 上教堂绝对是家庭单位 就一家人一起上教堂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样 他都变成礼拜天叫做Family Day 你想想看 一般礼拜天叫Family Day 意思就是早上一起上教堂 下午跟邻居烤肉打球或怎么样 那英国比美国又多一样 就是什么呢 礼拜天上教堂 礼拜六呢 是爸爸带孩子进球场 哎呀 我觉得他们 去看足球去了 我觉得他们这种生活啊 闹得这个老公啊 他都没空找二奶 没空找情人 这玩意儿也不太自由 对 我们总不能说带孩子来 今天带你见见我二奶 总不能这样搞的 是吧 我也听过这样的故事 所以一个老爸跟儿子 去到一个就是喝酒的地方 然后不来了很多女的 一个肩开坐嘛 然后就不知道他们做了谁了 但是我自己在他最后一句话 那老爸说 今天做的事情 回家不要提起 就是说你看 很有家庭传道 就是咱们过去以为 开户家庭 咱们过去以为西方开放 他确实有开放的思想 对吧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呀 也挺传统的就其大多数来说 可是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跟我们差很远了 有些东西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那个房子啊 以前中国的四合院或者你看日本的那个庭院 日本院也是中间的 他们的平庭嘛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都是把它围起来放中间啊 这难道不都是很内向的一种家庭状态吗 一家一院 以前中国不也是 但是中国大家突然一天明白了 所有这些围起来的都不是人 都是坏人 都是有钱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 所有我们可以住的地方都被我们否定掉 从理性上否定了 所以以至于今天英国人的在一大片草地当中的一个庄园 大家现在都很羡慕 在中国你想不出一个我们过去的房子都被否定掉了 对你说被否定掉了 结果是什么呢 就说你们一家一个四合院啊 像梁四成林辉音住的古宅 不是古宅那个老院 为什么被破坏了呢 其实也没被今天破坏 早就不像样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人人有份 那里边住17户 就是说我们那么老百姓全住一个院里 你知道吗 周作人跟鲁迅吵架的那个八道湾那个酒宅 我去看看 猜了是吧 没有没有 应该还保留着 我们进去以后里边各种各样的避震棚 最后我们只能在门口数电表 40个电表 所以你看 40个电表 就人人有份 有个榜爷追出来说 是不是要拆了 以为我们来看 最近不是听说真动了吗 真的吗 真的动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谢谢大家